大少奶奶 大少有什么吩咐吗 他请四妈妈去烫祠堂 他要与您见个面 好 我一定去 那我先回去了 大少爷 我来了 四妈妈 您知道的 我找韦家的人 已经很久了 你把我叫到这来 就是要跟我说这些吗 韦家人一直想得到金片 然后是藏书楼 这就是韦家人 一直以来的目的 对吧 可是原家的人 也是个个想要得到 只有我不想要 所有的人 都以为您不想要 您就不是韦家的女人了吗 昨天晚上我想了很多 我想到了爹爹当日的起死回生 想到了 您千方百计的叫爹爹 让我来继承书楼 然后 再找一个漂亮的云儿 来勾走我的魂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您安排的 对吗 你把我想的聪明过头了 但是 是韦家的人都知道 只要书楼 不回到韦家人的手里 那么韦家的女人 就会源源不断地打进来 山雨一来 风满楼 真不知道人心是什么样子的 那就挖出来看一看啊 想不想 看看我的心 双小奶奶 洗澡水打好了 可以用了 给我发 来 下去吧 嗯 死我 请您告诉我 云儿是不是韦家的人 您的丫鬟 玄儿 是不是韦家的人 你怎么不直接问 玄儿的主子 是不是韦氏后人 因为我想知道 我的妈妈 是不是韦家的人 你妈妈 玄儿 云儿 都已经死了 你搞清楚 这些有什么用的 我要知道 在我的血脉里 是否也留着 韦家的血 你本来就是 炎家的种 怎么配流 韦家的血 三百年前 卑鄙无耻的 炎家祖宗 向朝廷告了命 使韦家 满门抄斩 几乎斩尽杀 杀 我要是韦氏后人的话 我也会诅咒 炎家所有的人 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永远不得分身 炎家祖上确实做过 确得的事情 但是 三百年过去了 这仇还要继续呢 该结束了 怨言相报 永无尽事 怎么吧 炎家到了我们这一代 已经学会了宽容 我和爹爹 即使怀疑了您和玄儿 不是也没有对你们下手吗 那是因为你们太软弱了 要是我 我就痛下杀手 绝不快说 我知道当初 为什么会疯狂地爱上你 因为你真的很像大哥的云儿 云儿是一个漂亮的 招人魂魄的姑娘 所以我的大哥 才会为她疯狂 云儿已经死了 要是她没死 要是她就是你 怎么办 如果你怀疑我就是玄儿 那你现在就可以告诉你爹爹 让他处死我 如果我是玄儿 你还敢跟我同床共眠吗 不管您成不成的 我都要恳起您的原谅 新的日子总要开始 不要再互相残杀 不要再互相仇恨了 行吗 晚了 晚了 一切都太晚了 我们已经不需要了 你的爹爹 是不会原谅我的 我曾多少次 诅咒过你们原家的祖宗 可是我从来 没有诅咒过你 因为你的妈妈 是白白替韦家背了黑锅 才死的 我愧对于她 我也没有诅咒过你的爹爹 因为多少次 她都可以怀疑我 甚至杀了我 但是她没有诅咒过 我嫁进严府八年了 吃着跟你们同样的饭 喝着跟你们同样的水 我有时候在想 我到底是谁 每次到这儿的时候 我都在想 我死了 是禁不了原家祖宗的 也许 我会成为一个孤魂野鬼 永远不得爱你 无论是地狱还是天堂 没有人会宽恕我 如果有来世的话 我年龄 自己不是伟家的人 而是严家的 四毛 我还是这样叫你 谢谢您对我讲了真话 我想 只要您不再做有损于严家的事情 爹爹是会原谅您的 我发誓 严家将从此走向清白 刘青 你果然是吻下的后人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刘青 你既然已经承认了 你就应该知道 你会是个什么样的狭窄 自从我 嫁进严家那天开始 我就做好了死的准备 没想到八年了 我还活着 不过没关系的 我已经活够了 其实 我早就怀疑你了 因为 只有伟家的女人 才会如此的聪明 如此的美丽 美丽的女人 心都很毒了 可是我再毒了 也毒了不过 你的两个儿子 他们把我交到这儿 就是想杀了我 好吧 那就杀吧 不 四妈妈 您误会了 我没有这么想过 大哥 你要干什么 你既然已经问清楚了 我们还能放过他吗 都别说了 今天 我当着我们严家 列宗列宗的面 我要说 严家从今天开始 绝对不允许再杀人 神经 我放你走 走吧 我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